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 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目前,全球车用晶片供应有80%以上掌握在 英飞灵、恩质浦、瑞萨电子、德州仪器等国际IDM大厂手中 但前两年大流行导致的车厂晶片大短缺 让他们产能也难以跟上 但随着IDM厂商扩大自身产能后 将有助于后续自身车用晶片供应更加顺畅 日本瑞萨电子早在2022年5月就宣布 将对其于2014年10月关停的 位于日本山梨县贾斐市的贾府工厂 投资900亿日元,以引入新的制造设备 打造成为一家能够制造功率半导体的300毫米晶圆厂 主要生产IGBT、MOSFET计划于2024年开始施生产 一旦贾府工厂实现量产 瑞萨电子功率半导体的总产能将翻一番 瑞萨电子执行长于2月中旬表示 拥有许多选项总是比较好 不只是在日本,而是各个地区 这也意味着瑞萨为降低未来对车厂和其他重要客户的供应链中断风险 考虑扩大日本以外地区的晶片产能 德国晶片大厂英飞龄 2月中旬也宣布在德国Dresden的建设一座新晶圆厂 据悉,这座新厂将耗资51欧元折合53.5亿美元 是英飞龄历来最大单一投资案 英飞龄高层这次建设的是一座12英寸类比和功率半导体的新晶圆厂 据悉,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气候行动部BMWK 也已批准该计划提前进行 这代表着在欧盟委员会在完成对计划的资金补贴审查之前 英飞龄就可以开始建设 现阶段,英飞龄正在寻求大约11欧元的欧盟资金补贴 而公司总计将对该计划投资约50亿欧元 根据海外媒体FF News的报道 英飞龄执行长表示 英飞龄利用全球大规模减碳与数位化的机会 正在通过扩大产能来加快发展步伐 特别是看到对半导体的结构性需求不断成长 例如用于可再生能源、数据中心和电动汽车等领域 因此,通过在德国Dresden建造12英寸智慧功率晶圆厂 英飞龄正在建立必要的先决条件 以成功满足对半导体解决方案不断成长的市场需求 英飞龄的投资对欧盟委员会实现先前宣布的计划 也就是到2030年欧盟希望占全球半导体生产 占比的20%目标做出了重要贡献 英飞龄未来位于德国Dresden的新晶圆厂 将会是欧洲工业和汽车应用半导体解决方案的关键链 此外,英飞龄的投资加强了推动减碳和数位化的半导体制造基础 未必晶片通常用于电源系统 例如节能充电系统 小型汽车电机控制单元 数据中心和物联网IoT应用 而功率半导体则是使得发展特别节能和智慧系统解决方案成为可能 此外,日本政府资助的晶片制造商Rapidus于2月中旬也表示 考虑在日本北海道设工厂 Rapidus于2022年8月成立 由丰田、索尼、NTT、NEC、软银、Denso、Nand Flash大厂凯霞、30UFJ等八家日企共同出资设立 出资额为73亿日元,且日本政府也提供700亿日元补助金作为其研发预算 目标是在5年后的2027年开始量产2奈米先进制程晶片 Rapidus计划国产化的对象为使用于自驾车、人工智慧AI等用途的先进逻辑晶片 Rapidus的董事长此前在接受专访时表示 预估有必要投资7兆日元折合540亿美元左右资金 美国老牌晶片厂商德州仪器也已开始加强自行生产 与许多IC公司越来越依赖为外代工形成鲜明对比 就此,德州仪器2月中旬也宣布 计划投资110亿美元在该公司犹他州利亥的现有晶圆厂旁 兴建第二座12英寸厂 该工厂将紧邻德州仪器位于该地区的现有12英寸晶圆L-FAB 完工后这两个工厂将合为一个大型晶圆厂进行运营 据悉,该新工厂将是美国犹他州历史上最大的投资案 将大约创造800个新的工作机会 以及数千个间接工作机会 另外,该工厂将按照能源和环境设计标准进行设计 其中,新工厂的水资源再利用率 预计为利害现有工厂的近两倍 而透过采用先进的12英寸晶圆制造设备和制剂 新工厂将进一步减少废弃物的排放 并降低对水和能源的消耗 根据海外媒体报道 新晶圆厂预计将于2023年下半年开始建造 最早于2026年投产 德州仪器当前共有包括德州Dallas的DMOS6晶圆厂 位于德州Richardson的R-5E和R-5II晶圆厂 以及位于犹他州厉害的L-5 同时,德州仪器正在准备于德州Sherman建造4座12英寸晶圆厂 值得一提的,晶片制造商安森美日前也正式接管了 格罗芳德位于美国纽约州的12英寸晶圆厂并举行了剪彩仪式 该晶圆厂的收购的总贷价为4.3亿美元 安森美总裁表示 该工厂将生产支援电动汽车、电动汽车充电和能源基础设施的晶片 资料显示 全球车用晶片市场中 应费令委业界龙头、瑞萨电子、德州仪器分居第三、四位 安森美排名第七 这三家厂商是同时设计晶片 并拥有自家晶圆厂的整合元件 IDM厂 并拥有类比IC、MCU等众多产品 虽然很多是在自家晶圆厂生产 但是也有不少产品是委托台机电、联电等晶圆代工厂生产 在此背景之下 晶圆代工厂台机电、联电、世界先进与利机电去年营收同创新高 其中,龙头厂台机电去年营收更逐机创新高 全年总营收达2.26兆元 年增42.61% 为推升台湾IC制造业与半导体总产值成长主要动力 但近年来,车用晶片大厂为了缩短交期 开始直接向晶圆代工厂接洽合作 特别是下一代车用晶片设计更复杂 也需要更高阶或特殊的半导体制程支援 随着这些IDM厂大举兴建自由产能 势必削减委外代工订单 对台积电、联电等晶圆代工厂 恐产生不利影响 台积电此前未应对车用晶片荒 也增加相关产能支援 随着半导体库存调整与大厂产能逐步开出 台积电总裁魏哲家此前也在法说会上预告 今年车用半导体需求仍会持续增加 但短缺的状况应该很快就会缓解 总体来看,英飞灵、瑞萨、德州仪器等车用晶片大厂 均启动了新晶圆厂建设计划 再加上同样瞄准车用晶片的新的晶圆制造企业 Rapidus 业界孤私家业者扩产投入的金额将超过250亿美元 恐削减对台积电、联电等晶圆代工厂委外代工订单 也让台湾最大车用微控制器MCU厂新唐城压 并且新唐也有不少非车用产品与国际IDM厂重叠 未来也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